接着我想花40万买一个老款的路虎缆胜就是上一代的然后花个一两万块钱老改新这台车能不能把我的牌面拉满 拉满个屁呀家人们你买个老款的路虎缆胜运动它已经是老款了 现在全新一代路虎缆胜运动从去年年底到现在都有道上跑的了 你现在买个老款的那不就是边角料吗 你还想那个老改新老改新毁人设你不明白吗 那你买完之后你身边人会怎么看你对不对 你如果说咱现在看老款的缆胜运动整体一个价格区间在30多万到70万以内都有 但是这个预算内同级别的二手现款车哪个不能买 记住是现款而且上到保护捷卡验下到同品牌的路虎发现物 他都能安排啊 你比如说35到40咱安排个3.07的路虎发现物这台车还是个现款 别看他长得丑 你绝对能买到一个比路虎缆胜运动同价位年限还要好的路虎发现物吧 同样是全旅车程同样是SV6的方向机 同样是把ATZF的变工箱 跟缆胜一个平台出来的用料底盘嘎嘎扎实 除了大家觉得瞅这台车还能挑出来什么问题吗 对不对 然后你再接着往下 40到45 3.0T的三代土瑞 45到50 3.0T马沙拉蒂莱万特 50起步就能选到宝马X5现款 那就这种宝马X5 你如果做2.0T的50万左右 咱们杂业得加个几万块钱55到58咱买个19款20款不到60就能买这么一台 然后在这个预算区间内如果说你能接受四缸车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奔驰G2E大联屏现款的 从60起步往上保日捷现款卡线从1819年60到70 你也能安排一个满满灯灯的为什么要选择路虎懒生运动老款呢 还想着这个边角料的想法老改新家人们不要这么着 觉得我分析的对的点个赞